已知聚焦透镜演习 突救联合军事演习 联合战事增援演习等 核战争演习来 要屈服朝鲜 回顾过去 二十世纪万恶的杀人魔杜鲁门 下令向人类的头上 投掷第一颗核炸弹 制造了广岛长崎惨案 五十年代朝鲜战争当时 诱发可怖的核狂症 竟企图使用原子弹 但是结局都以朝鲜的胜利 美国的惨重失败载入了十次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 成了美国走下坡路的起点 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 就会以美国的完全失败来结束 刚刚您看到的一些片段 片名叫做朝鲜的回答 朝鲜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武力脅迫和政治打压之下 才选择了用枪杆子来换取和平 这是一种意志力的武装 而从具体的军备来看 由于枪炮飞机坦克等常规装备的数量和品质 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成正比的 面对西方长期以来的经济封锁 孤军奋战的朝鲜意识到 要在常规装备上与美韩抗衡根本是不可能的 只能开辟一条非常道路 于是朝鲜选择了核武器 北京时间2006年10月9号上午9点36分 韩国地震监测中心监测道 在朝鲜东北部发生了一次 强度为里氏3.58级的地震 震源位于咸进北道花台郡补水端里 一座360米高的山峰下的地下水平坑道 朝鲜官方之后宣布 朝鲜进行了一次安全成功的地下核实验 这次核实是百分之百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完成 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核辐射或泄漏事故 尽管国际社会多有怀疑 但韩国政府认为 根据对地震波的研判 相信朝鲜进行了一次低强度的核实 朝鲜的这一突然出手 让大国首脑们措手不及 更是当头一棒 让本就困难重重的六方会谈 进退为谷 尽管1992年 朝鲜与韩国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 共同宣言 但之后朝鲜多次以美韩联合军演为由 摆出强硬的对抗姿态 并在2003年1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为了和平解决问题 中国出面斡旋 第一轮六方会谈于03年8月在北京举行 朝鲜表示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鲜的总目标 而美国就暗示可以灵活变通 提出以经济诱因换取朝鲜冻结核武计划 此后虽然朝鲜曾屡次摆出和解姿态 以完成六轮的六方会谈 也多次达成有助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决议 甚至于2005年9月促成朝鲜做出 重返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 但朝鲜一直没有放弃坚持发展核武的理念 进入08年以来 朝美双方曾多次秘密或公开接触 朝鲜于6月26日向中国提交核申报清单 次日又象征性的炸毁 宁边核基地五兆瓦核反应堆的冷却塔 之后双方虽在核报告验证问题上又有交锋 直到美国于10月11日宣布 决定将朝鲜从知恐名单中除名 才打破僵局 不过就在12月6日 朝鲜官方媒体指责日本至今拒绝履行其义务 提供经济补偿 因此拒绝日本参加六方会谈 为会谈再次蒙上阴影 而今年3月初 朝鲜军方警告说 坚决反对联合国安理会 讨论朝鲜发射卫星的问题 这样的敌对行为将导致六方会谈完全破产 所有已达成的半岛无核化协议都将作废 美国才算老几 他们为什么丧心病狂的 企图向我们山清水秀的三千里锦绣河山 再卷来河云 践踏太阳民族的尊严和主权 要是美国向这个疆土卷来战争的农烟烈火 那么我们的军队和人民 就会从这个地球上 把美国这个国家整个的烧掉 把协物和战争连根都绑掉 其实核问题一直都是朝鲜在谈判桌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 但究竟朝鲜目前有没有核武器 它的核实力有多大 朝鲜应该是有核武器的吧 2006年的那次核事报震惊了世界 而且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了 就表示了这个批评的 严厉批评的这个立场 因为当时中国官方媒体用的是朝鲜方面 悍然的举行进行了核实验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信息 第一中国是强烈反对用悍然这样的词 第二呢就是证明了中国也测试到了 这是一次地下核实验 当然我们知道像这次的卫星一样 这次的卫星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初级的 相当原始的卫星 它没有太阳能电池 而且朝鲜其实也不能够自己去测试 这个卫星的运行状况 那么它的这个 我想说的就是核武器 应该也是比较原始的一个核武器 它即使有了那样的一枚核武器 它如何才能够把它向它的敌人 比方向美国展开它这个核包覆 那么所以顺理成章的 就是朝鲜要发展它的这个远程 就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如果洲际弹道导弹 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话 那么真的是在理论上 能够严重的威胁美国 那么这也就是后来朝鲜 一直要发展自己的这个火箭 或者是远距离投射能力 但是我想问题也不这么简单 也不是说它有了一这样一种 比较初级的远距离的这个投资能力 这个洲际导弹这个能力之后 它就真的有了向美国投资核弹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问题是它即使有了这样一个 比较初级的核武器 那么现在又有了初级的 洲际导弹的这个能力 那么对它来说 它的这个筹码就加强了 而且对于它的这个敌对的这几方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 还是美国来说 特别是对韩国和日本来说 这个威胁确实是强化了 所以它我想它还是最终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 美韩国朝鲜 是要把核武器投向美国 它的核武器是炸给美国人看的 它的这个卫星也是伸给 或者是这个火箭 或者是这个洲际导弹 它都是现在是要给奥巴马看 就是告诉奥巴马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你来跟我谈判 我现在以这样的一个实力地位 来跟你谈判 而奥巴马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都没有 一直没有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 所以这个局势真的是 但是一方面就我觉得相当诡异了 是吧 一方面发展核武器 不是为了使用核武器 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 核小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而且在国际上也确实它 这个朝鲜有他们一些支持者 其他的小国也从朝鲜看中 实际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当你没有没有实力 去跟大国全面对抗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两件这样的一种 就核武器 你可以来成为一个 跟大国交易的一种筹码 伊朗方面也因此受到了 某种程度也受到了这个鼓励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局势呢 而且像这个中国的态度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中国表示是反对 它发展这个这种核武器的 但是朝鲜也发展了 可是好像对中国朝鲜的关系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看不久前 朝鲜的总理还访问了中国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中国方面有没有像朝鲜 表示这样的 起码中国方面并没有说 我中国一直说 朝鲜有和平发展太空 能力的这样的一种 它有这个权利 这个中国是承认的 俄罗斯也是承认的 所以现在就造成了 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结局 就是朝鲜现在有了一个 远距就是这个发射 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能力 即使这个能力是比较初级的 比较原始的 但是它毕竟已经有了这个能力 那么接下来 如果六方会谈能够重新 重启的话 那么朝鲜会在一个新的 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位置上 来展开跟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博弈 筹码更多一些 正像河先生讲的 朝鲜其实一方并没有打算 真的是要有这样技术 要把这个飞弹打到美国 但是来自美国CNN的一个 民调最新的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 都希望美国能够对朝鲜动武 究竟这个如果朝鲜半岛 发生战事实际上的一个局面 广告之后我们持续谈 一会儿见 金正日重金打造的朝鲜人民军 已经走过了77年岁月 成为先军政治建设和主体革命事业的 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 朝鲜的军费开支 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 实行普遍义务兵意志 朝鲜人民军一贯坚持 领袖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四大军事路线和国防自卫 四省的指导下 朝鲜力求建立一支 中备优良素质较高的现代化军队 其综合军事实力 据称在世界排名中已位居第十 而去年刚过完60岁生日的 韩国国防军 则被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 不过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 韩国的军事自主意识也日趋强烈 并奉行品质建军的原则 05年韩国提出 2020年